还得是肖战,不出现也就罢了,一出现,必然要登上热搜,与深夜分享动态的他,恰好碰上平台崩溃阶段,可他的高热度还是战胜了小困难,停实力空降热搜榜,话题阅读量迅速破千万。 在发现肖战推荐的是这部剧时,不少观众表示,与帅哥口味相同,竟然在追同一部剧,也有不少人给他推荐其他高分好剧,互动有趣,除了推荐剧集,展现自己现阶段的生活状态,肖战也晒了自己拍摄的天空照,认识他的人应该不难发现,他是一个很喜欢用镜头记录生活的人,每次到了一个新的地方,比如《如梦之梦》表演战,剧组,他都会记录美好时刻, 在寻找时机分享给粉丝,也就是所谓的记名信片,这仿佛成了他和粉丝互动的窗口,在工作室发布日常见肖战的片段里,也能够看到肖战用手机拍摄美景的画面,虽然他发布动态的频率较低,但总归还是会与粉丝分享。 对于天空照,粉丝有不同的见解,一再说,云系光又称丁达尔效应,当丁达尔效应出现的时候,光就有了形状,自然而然联想到光点,虽然有些遥远,但同样美好,肖战把他遇见的所有美好都分享给粉丝了,让他们能感受到同一片美好,双向奔赴,二再说小看天色目看云,行也思君,作也思君,当你爱的人分享云给你,你也一定要说我想你了。 肖战确实有一段时间,没有跟大家见面了,自新剧杀青以来,虽然网上总有他的热搜,但那基本是私下的行程或者路透,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露面,粉丝自然被加思念,而云恰好能够表达他们的思念之情,翻看广场会发现,多数粉丝都在晒自己拍摄的天空,回应肖战的图片,都是想把最好的分享给对方的人,难怪粉丝长情,这么一看也就明白了。 感谢观看